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快的我就制作了四个铁傀儡 还剩下的铁矿石就被我做成了铁桶 过去我的牛群取一些牛奶出来 牛奶还可以做蛋糕还能解毒挺好的 一下子就取了八桶牛奶 发现之前的小牛已经长大了 为了能让它们继续成长 我也得去种植小麦了 以后就不用去村民家偷挖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默言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再走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